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上排的第三天 房子在后面 今天查验过了 什么都过了 但是又被卡住了 我18年的时候买了辆边山轮 之后就一直没动 放在家里面 动都没动过 保险没有买 然后车子也没有验车 现在是没办法了 因为他那里显示未减的话 我这里是不能让新车入户的 那下午只能叫我妈妈 把那些什么证件拿过来 然后买了保险之后再去上排 不然的话直接就上不了 应该来说就到了这一步的话 下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可以直接上排 太扯淡了 这就是我以前买那个三轮留下来的货根 刚刚我的驾驶证 行驶证是给我哥哥开走了 这辆车子 行驶证他找不到了 我只能去找大本 大本买好了保险呢 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之前买那保险 全国还没有联网嘛 那是买的正三轮的保险 很便宜 150块钱 这次买的话 566块钱 换了三四倍 我多花了400块钱去买这个保险 那辆车子本来就没用了 我都不想不想留着了 我想拿来报废的 现在又多花了500多块钱 把我新摘的受不了 不过好的事呢 现在是五点钟 我的时间还算比较够 我等下呢就把那车子 看一下能不能今天给他上牌 等下可以选牌照了 我等下打电话给力琴 看一下什么牌照 两个人一起选 别人比我要晚来的 现在已经选好了 啊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我的车子终于终于给办下来了 好爽啊 有两个临时牌照 然后正式的牌照的话 应该要等到 再等几天吧 应该是两三天 应该能搞定 一个星期 这个是大绿本 还有我的行车 大家看一下 这个正儿八经的房车 上面是写的什么东西 小行旅居车 它是没有包费年限的 所以以后的话可以随便用 而且不会有包费期限 好像有一些人买了房车之后 他们是有包费期限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15年包费期 我这个是没有的 不像运营车辆 运营车辆也是有包费期限 哇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有可以这么发现 上路房车的人了 但是那个费用没少花 我等下给大家盘点一下 我这个车子整个上排的流程 还有以后呢 大家要给房车上排 怎么样节省时间和精力 哎呦 先把我的这些灯打开 现在我这里也是有点闷热的感觉 空调 我中午是了 这个空调 如果打开这个 跟打开前面的行车空调 它行车空调非常大的 很恐怖的 跟开那个台风机一样的 相对来说这个的话就生 就会比较小了 明显小了很多 基本上前面的两三档吧 前面的三档 就相当于后面的最大档 不过制冷的效果 把这个拉上的话 还可以的 晚上睡觉的话 如果是打开 在太阳暴晒的时候 那感觉还是没有前面的制冷效果好 哇 我发现我这个车牌太棒了 它竟然可以开到 2月4号 对于说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给我开 那我可以不装那个也可以啊 先不装吧 嘿嘿 它也没有那么快回来 回来的时候应该也 差不多越底了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 我上排的时间用了多少天 总共是 加上今天的话总共是三天 第一天我没有来车管所 那个时候呢是去把保险的费用 还有呢 呃 税的费用给付掉 那时候付了三万多块钱 像第二第三天的话 才是我来车管所这边开始正式上排的时候 呃 真实实用的时间也就是两天时间 但是我觉得 如果 就是你准备充足的话 其实半天的话也是可以搞定的 但是一定要准备的非常充分 像是我的公告的话 像我像下我去请了一些专业人士啊 他们比我们懂得很多 呃 大家大家民间也有另外一种称呼 他们比我们懂得非常多 然后你可以跟他沟通好 但是像房车这个片区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个盲区 他看到我有两张合格证 他都觉得很诧异 说我是不是换过合格证 其实没有 房车的话是有两张的 一个是主机的底盘的公告 另外一个呢 他是 呃 上庄的公告 呃 需要注意的是 长宽高 你在上牌之前呢 必须要量好 量好尺寸 因为现在的话 记得是说专业人士 他也没有办法给你说走什么东西的 没有说走关系的 这样 都是按照标准来操作 只不过他懂得多 专业知识比较广 他可以帮你避掉很多雷区 他会提前告诉你怎么搞好 但是我经过这次之后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做 呃 三维尺寸全部量好 呃 对着公告的量 然后呢 是重量 重量的话要跟公告显示的 上下100公斤都可以 不能超过100公斤的超重 或者说超轻100公斤以内 都不行 呃 因为我的那个公告上面写的话 其实我这个测试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 然后呢 过了这一关 基本上上排各方面的话 还是非常顺利的 公告各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呃 昨天被卡 今天早上过来 然后搞定了这个秤重的问题之后呢 到了下午 基本上就是比较顺利了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 去下载一个12123车管所 上面呢 会提醒 有很多提醒的 他会看一下你的车子 有没有预期 有没有 有一些车子不在硬检机 或者说需要报废处理的 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处理完之后呢 你才可以有新车入户 这是我这次总结下来的经验啊 其实我这两天的话是 虽然说我自己有左准备也也也也请了专业 好了 这次 上排经历也算是比较愉快 接下来 是车子的一些售后的问题了 我的这个水泵嘛 现在我试一下还行不行 他还是跟之前一样 然后我联系了厂家的售后 他说我的车子是在前面零下10度的时候 跑高速嘛 我当时是 是把那个水箱全部放空了的 但是他还是 冻坏了 广东这边也有售后 我应该 这两天 过去一下那边 然后把我的这个东西修好 再说 先回家吧 我妈妈在催我 她帮我站了个位置 防止停 停的地方还是不太好找的 现在他站了个位置的话 我可以先把车关上过去 再说 找个车位太费劲了 基本上一个车位就是6米 我这辆车也是6米 如果是在中间的车位的话 基本上没办法停 我算了一下 整辆车下来的话 应该是3万多4万块钱 除了我的那两个比较大的费用 一个是保险 另外一个是 车辆的购置税 对之外还花了一千两百多块钱吧 其中包括我的车辆的上牌的费用 不是车辆的 一是车辆上牌的费用 另外一个呢 是 我的那摩托车 免减的费用吧 也是买了个五百多块钱的保险 其实我跟大家说 这实际的话 大家如果是对各方面知识缺乏 没有渠道去查询 自己的车辆在当地能不能上牌的话 还是找个专业人士 你看他们打过招呼之后 他们会去帮你查 不能上牌的话 他们就直接告诉你不能上牌 能上牌的话 像我这次 他们就直接告诉我 可以上牌 但时间的话会消耗一定时间 比普通车辆要麻烦一点 他们是直接给你结论的 中间的那些东西 你心里面就有谱了 不会说非常的烦躁 非常急躁那种 反正 反正玩玩房车嘛 也就是还是要花花钱 解决很多问题的 包括现在也是 以后也是 都是这样 我看挺多房市车主也是 跟我一样也遇到问题 有的甚至是花钱也没有办法解决 四个队友还没有上好 千万千万记得 上房车的话 跟普通车辆不一样 一次性能搞定就一次性搞定 不要去纠结 什么 什么走什么手续啊之类 不要纠结那个 一次性能搞定最好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喜欢周末 拜拜